在团体跟工作 你都是一个公主 可是现在你看 你去露营啊 煮菜啊 干嘛干嘛 落难公主 就是走路人间的公主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芳 我们美容编辑随你问的节目 现在居然已经超过100集了 就是因为100集 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特别的节目 今天我们请到迪奥的花蜜大使 超级女明星Celina 来到我们的节目啰 哈喽大家好 我是Celina 我们的摄影棚真的很小 不会啊很漂亮啊 这个光 这个光满意啊 看到这么多光我就开心了 因为你是需要光环 发赖给你 我知道你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高调的人 是用所有的发赖 你倒是说对 我从小就是很喜欢 就是当众人目光的焦点 现在你是 因为真的是我们的摄影棚 全部的人都在看着 害我就是有点很紧张 不要紧张 我们今天是要来闲聊的 好来闲聊 顺便告诉大家女孩很多我们的经验 还有我们的知识 嗯 那我想要问一下 因为我最近 因为前一阵子啊 在follow你的YouTube 就是里面有就是你开始在露营 对 然后在打高耳拼球 对 然后因为我本人也有在露营 然后我露营都随便吃 可是你露营 很认真地在煮东西耶 很认真 因为接触露营也不过几次 可是就发现露营很容易 大家就有一个心态 就是我好不容易这么辛苦 我来露营 我要放纵 我要狂吃 对 然后露营回去就整了我自己啦 就狂水肿 因为吃的就太重咸了 嗯 所以从那次以后我就想说 那我们露营是不是也可以吃的 比较清淡 比较健康 所以大家就有看到有一集 我就自己下厨 然后煮那个海鲜粥啊 丝瓜粥 我看了我都超想吃的 我现在也流口水 哈哈哈哈 那所以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简单 因为大部分露营的人 像我们晚上就是吃火锅啊 嗯 然后吃烧烤 对 烧烤只是说 把肉煎一煎啦 菜煎一煎 不一定要有很重咸的调味 对 那火锅就更好啊 你就可以很清淡的汤头 然后买一些健康的食材 嗯 蔬菜啊肉 就是那种原型的食物 对 然后这样不管是大人小孩吃 都会很健康 那如果你可以给我们Vogue的粉丝 一些建议 就是在吃的方面 或者是肌肤保养方面 要怎么去摄取一些 比较营养健康的东西 我觉得一定很多女生想说 我要减肥 我就尽量不要吃淀粉 不要吃减少糖类的吸收 对 可是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 其实糖 这个淀粉是我们身体的重要能源来源之一 对 所以你要补充的话 尽量就补充 补充 优补充 补充优质的淀粉 比如说像是 南瓜啊地瓜啊 这种圆形的淀粉类 然后或者是像糙米啊 其实意大利面也还不错 所以其实女生是可以吃淀粉 可以吃啊 只是你可以掌控那个份量 所以你会减肥吗 我没有没减肥 你没有没减肥 可是听说你前阵子好像有点放松很自在 对就是因为前阵子就放假嘛 然后去露营啊 然后大家都在放假 所以我的身心就是很放假 就很放纵 对 所以在要开始工作之后 我就想说啊 那好像不能那么放纵 可是想要找一个让自己很舒服 然后渐进是瘦下 又可以一直维持的方式 所以饮食 好厉害 就是饮食也很重要啊 我就不想要让自己吃得太委屈 然后我家里的冰箱就会有一些像 接瓜啊 青椒红椒黄椒这种 我就会切一些来 然后就气炸 淋上一些橄榄油 橄榄油就是优质的优质 女生一定要摄取优质的油脂 不然你的人 你的皮肤就会像枯米的花朵 所以我就淋上橄榄油 然后加一些香料 不要用太重咸的研发这种东西 就是加一些香料 然后气炸 很juicy 然后配着你的菌 你知道 喝一个吃 那又健康又不会胖 所以也没有罪恶感 又可以吃 完全没有罪恶感 好好好 我觉得那气炸锅是挺好用的 应该要用 在左边 左边推进气炸锅 但我的意思就是 同样的食材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料理 可是就是也不要苦了自己 我觉得也苦了 那所以我这样听听啊 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 你好像真的就是 不管是从小到大的生长过程 比方说求学啦 在团体跟工作 你都是一个公主 可是现在你看 你去露营啊 煮菜啊 干嘛干嘛 落难公主 就是走入人间的公主 跟我一起 并肩作战的公主 然后你可以聊聊 就是这有没有将近二十年了 还是还 出道 我们出道的确快要将近二十年 今年日定已经十九年了 我觉得转变蛮大的 因为以前我们出道的时候才十九岁嘛 然后十几岁 二十岁的时候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可是那个时候其实 你不太会去 很注意自己 不管是身心的状态 其实都不会 因为太忙了 比如说真的要有静下心来 好好的保养 或是有多余的时间 可以泡个澡 放松按个膜 都很难 可是到了现在 就是三十 我现在是三十八岁 这可以讲 可以可以可以 很自然 九令都说她四十岁了 OK 而且你还比较小 就是即将也要迈入四字头的 现在的我 反而多了很多的时间 然后也会更花心思去注意自己 就是像你说的肌肤保养啊 或者是身体的保养啊 心灵的部分可能也会注意 最近想要看什么书啊 或是看一些什么样好的文章 让自己心灵也不要干枯这样 那如果是这样 我想要知道 你是怎么去 就是应该发生的事情 已经有十年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的就是我们在专注在当下 其实不要想太多也不要想太远 其实你就只要把当下自己此刻的状况 我们先认清楚 比如说现在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事实 客观的事实是什么 然后当你理解客观事实的时候 你就一点一点慢慢想 那我接下来下来不可以这么做 不要想太远 就先做这种眼前 先把眼前的事情慢慢一点一点的解决 其实 也许时间已久 或者是你的一步一步这样走之后就发现 不知不觉我就走出来了 可能是失恋 很多人就是没办法证实 当然过程很难啦 因为我现在讲的很轻松啊 因为你经过了 在每一个当下的时候 其实我也都是很难受的 对 可是一直走到现在 我觉得 我一直努力的跟他们共处 不管是身体或是心理的疤痕 我就是 就是努力的跟他们共处 然后走到现在我觉得也 知道该怎么去爱护他们 就像我身上的疤痕 其实就是 就是像我洗完澡 就在擦身体脱衣的时候 我都会用我的双手 就是轻轻地抚摸过他们 然后按摩他们 就是这个是有一个 很像我每天都会有的仪式感 对 就代表我对我这个身体 我的眉吞肌肤 我都是如此地疼爱你 珍惜你的概念 嗯 就是很好地照顾他们 因为他们还要继续陪你走 很多很多平常的世界 对 就是会很温柔对待他们 那身体都这样更不要说脸了 因为脸的皮肤其实是特别 一定大家都知道 就比较脆弱也比较明明 所以你会特别地合乎它 嗯 现在这个年纪 我觉得跟以前比起来 我更三反旧见 就是以前会 呃 比较会有一些高纲的东西 可是现在就不会 我会很精准地知道 我的肌肤 我需要什么样的保养品 然后我就会慎选 比如说 很好的 很符合我现在肤质的 比如说保湿的 修复的 然后或者是抗皱的 净滑 然后再搭配乳霜 就很精准地去选 就你可能年轻的时候 没有想到那么多 然后现在你知道 你到底要什么 对 看到什么 就哦 这个好像很好 这个好像很好 然后什么人说要什么 你要怎样 那我就会 就会跟着去买 跟着去做 然后导致于桌上的保养品一大堆 然后可能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完 其实这是很可怕事情 所以我现在就会很精准地去选择 那你有最近中外什么保养品 就是这个 你要精脆再生玫瑰味道进入 这个是第二代了 然后第一代我都称它是粉红泡泡 因为它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一颗一颗的这个 有一万颗的 像是 像是 金球 金球一样的 对 然后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完全满足我的需求 所以它的保湿效果 保湿跟修复都有 然后你看啊 它的质地 它真的是 你不觉得每天在家里面 珠妆来上看到它就很疗愈嘛 包装又很漂亮 然后又是粉红色的 对 它的质地就是有 因为像很多人 我觉得对于精油 好像就会有点害怕 会觉得刺不太油 会质在毛孔 可是它是精油一样的滋润 可是当你推开的时候 它是像精华一样的好吸收 它就是精油精华 所以这个是我最近桌上 就是一定会有这个 像迪奥这一套啊 就是精脆 再生华米系列啊 其实它们最有名的啊 我就要是这个 刚刚你也讲到这个 围岛精露 它们其实在大概三年前 就出第一代 这个是第二代 第二代 它里面就是有一万颗的 围岛精露 而且它里面我觉得 像现在啊 很多化妆品保养品 其实它们因为有环保 就讲究那种 想要多利用自然 自然成分 以及有机成分 天然的成分 对 天然成分 像这一瓶 其实它里面就用到了 92%的天然成分 我觉得这是 很好的良心企业 而且还有一些是有机的 那我想知道 像这种天然的成分 你自己也会蛮爱的 我自己平常一定会的 像你选 你刚刚说要吃原型食物了 对 像你有时候我选购东西 采购东西 不管是食物或是用的 其实也都会特别注意一些 比如健康的表彰啊 或特别去看它后面的 成分是什么 对 所以我觉得天然有机是 现在大家都会追求的趋势 另外就是你刚刚有说 你很喜欢它的味道 我觉得它的味道也超好 非常地疗愉 像我自己最近迷上擦花 然后我就很喜欢玫瑰花 因为玫瑰花 其实不只是浪漫 它真的是 它的姿态是非常的优雅 非常美的 然后你在擦的时候就觉得 哇自己 就是跟这个玫瑰融为一体 没有想到玫瑰 不只是漂亮 它还有这么大的修复功能 像这一瓶里面有22种微营养素 对对对 我觉得现在也是很多保养品都提倡 就是能够修护肌肤 让肌肤能够就是非常的 就是保持很好的运作这样 对 现在这个比第一代 我觉得是两倍的好吸收 是很明显就有感受到 因为它的那个修护的效果很好 可是保湿也非常好 所以能够满足你现在的需求 对 而且 而且我很喜欢的是它的香味 它有一种就是玫瑰花的香味 很自然 不是那种很一般的 不会觉得很 你不会闻起来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每天在擦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一个 就很像自己在家里面做SPA一样 很舒服 所以就是一个就是很好 对你的心灵跟你的身体都很好 对 然后像我最近还会再加强的话 我会用这一个 然后它的质地你可以用看 我是拿那个纸面膜 纸面膜 给它湿涂 直接就给它倒出来 好奢侈哦 不会不会 因为你纸面膜 其实它是非常精准的 然后你可以吸收这个凝露 它是凝露 对 它是凝露 然后 抹开就会是水 它是水状的 对 所以我就会用这个去湿敷 然后特别的加强 然后我也很喜欢用的是这个 这个是眼凝翠 嗯哼 它 很特别 我知道它里面有很多 它有十颗陶瓷做成的珍珠 嗯哼 然后它非常的好涂抹 涂抹上之后 重点是它的这个呢 我可以摸吗 我可以摸 它这个呢 就会有冰冰 你摸看冰冰凉凉凉的感觉 好无果无果 对耶很舒服耶 对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滚动的时候 其实对于你的眼圈的周围 其实我们不是也都会按摩吗 对对对 它就有冰镇的效果 就是黑眼圈 早上起来或是水浮 对 很浮肿啊 都可以用这个来急救一下 我觉得我现在的脸 这样好清爽 而且它的质地 我很喜欢 它很清爽 嗯哼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对于眼霜 都会有一点恐惧 就怕用了可能眼睛这边太滋润 会长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它质地很清爽 嗯哼 怎么样就是要追求幸福 那我想问一下Selina 你觉得你现在很幸福吗 我现在很幸福 就像我今天有一个工作 然后我在准备要开机之前呢 我就跟主持人聊了很多 而且因为南必北聊得很夸张 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幸福 就是当我今天的工作 然后我遇到的人 他让我很开心 就跟你聊天我很开心 然后譬如说摄影师 还有这个导演 对我们的这些都很 很注重 就是注重 就说你要怎么样 然后是拍的好看什么 我就会觉得这一切细节 都能让我觉得充满幸福的感觉 就是幸福感应该是从 很细小的任何事情 你都可以找到幸福的感觉 所以无时无刻 我每天都会觉得自己很幸福 我觉得我现在其实 这刻也蛮幸福的 因为我刚开始坐下来 真的很紧张 然后就是你就是慢慢带着我 对啊 因为我们其实话 真的要讲是非常非常 非常多的 对 大家现在可能只有看到几分钟影片 我们可能就是好几倍的在聊 就觉得Selena真的是一个 她非常有 我觉得很有活力 而且有一种魔力 我觉得她是一个魔法公主 对啊 就是坐下来 其实你只要一开口 我不知道什么声音什么的 可是你的声音 就会让我觉得很舒服 你用的用字 就会让我觉得很舒服 没有压力 谢谢 对 就让大家现场 应该每个人都很幸福吧 幸福洋溢 我们这集是在来做个幸福特辑 对 就是也希望大家就是每天都可以很幸福 然后希望你选适合自己的保养品 然后让自己每天都可以沉浸在幸福的香味里面 嗯 今天真的是谢谢Selena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 让我充满了幸福的感觉 谢谢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保养彩妆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